受到强台三驼额外围环流的影响 树花公路台九线崇德路段 30号的晚间发生了土石流 造成道路双边受阻 公路局1号一早就派人紧急的抢修 和人自崇德路段 在1号下午3点是开放通行 下午5点起只出不进 晚间6点准时的封闭 对此公路局表示 10月2号会是台风的影响程度 以及完成路面清理之后 将在另行公告恢复通行的时间 土石崩落堵住隧道出入口 台九线苏花公路惠德隧道 30号清晨6点55分出现严重落实 公路局立即封路抢修 牧室土方约半层楼高度 目前雨还是持续的下 目前无人员受困 苏花公路花连端从德管制站前 一早就出现大批排队车潮 打算德德公路抢偷后能立即放行 等多久时间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了 等一个小时 是有觉得今天会开放短暂的通车吗 我问那个邻居人的商家 他们说已经7点已经清理好了 还是赶紧来这边抬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过去 但是他们目前好像还在抢修 可能还没办法开放 要回去上班 那有没有考虑说可能就干脆先走南部 对对有可能就会进行 对对对 惠德隧道摊方落实尚未清除 不料30号晚间又有土石崩落 尚待清除 目前苏花公路苏澳到和平路段 已经完成路面清理作业 解除预警性封路 不过人河道崇德路段 应持续土石流摊方 工程单位目前人持续抢修中 主要的灾点是如果在164.5K 那个摊土方的一个范围 大概有250公尺 摊土方量大概达到5000立方公尺以上 现在可以抢通的时间是比较难概括 当然又可能今天没有办法放行的状况 苏花公路通车时间未定 部分排队车辆掉头离去 公路局表示 由于中央气象署情资显示 苏花公路间歇性与世不断 势必会影响抢修进度 至于通车时间将是工程进度 另行公告 记者许立琴 花联报导